来吧,大家万众期待的节目,它终于累了 最近不怎么忙了 我们来把这个夜行的重考课题讲完 两个月都考完驾照,我们就开始做游戏 唉,先输出一波 这个我之前讲过一遍 之前那一遍的时候,懒得讲 就是讲起来太累了,有点懒得讲 所以就是剧毒里边,我把它删了,重新来了 防止大家这个 就是帮助大家正确复读 对,中文版,因为我并不需要看英文版 我现在毕竟就知道编一编,还想说什么 不用打个问号中文版 毕竟所有的书我都看了中文版 我不愿意看英文版 但是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并没有任何难度 那种非英文版不能读也得,我也没见谁学会了 中文版就是说你水平比较差,你是看不懂 但你只要水平好,你就大概知道他哪发音错了,他想说什么 出视频啊,帮助大家正确复读 一天录个一个小时嘛 学骑泽课就这样的就是 明白到底什么是 到底什么是辩证法 齐泽克写了那么多本书 差不多有七八本书在回答这个 到底什么是辩证法 这个问题我也是看了很多很多本 最后才明白这个问题的 包括德里达对辩证法都是一种 误解,有误解的 德里达那个差异跟重复 就那种结构主义的 对辩证法仍然是有误解的 唯一是那种理解辩证法的 就是拉康 还有他齐泽克 但是拉康不说辩证法 但是拉康所有这篇分析的思路就是 就是那种 但是黑格尔也自己也不怎么懂这种法 根据这个那个什么 齐泽克的说法 就是拉康虽懂但拉康不说他懂 齐泽克说他懂 不,黑格尔说他懂 那黑格尔并不懂 齐泽克就是这个意思 嗯,这两句话很难给你们讲的明白 因为就是你得看很多本书能看你 他为什么把这句话拎到前面讲 因为齐泽克最好的那几本书就是 因为现在重复课 为什么挑这本因为这本简单 然后其次是那个延迟的否定 然后其次是 还有什么 Less than nothing 视差之见 就这几本是齐泽克最好的几本 但是事实上 齐泽克在延迟的否定里面 讲的那个变成法的部分还是 就是说 就是说没有讲完 你得连他后面七八本书全看完 才能大便明白 到底什么是变成法 以及那个精神分析 以及跟政治经济学 跟马克思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他变成法不是说通便记吗 这种倒听途说的 就是玩笑话就不要说了 因为我今天开始严肃教学了 你们这种就是说 一知半解的话 什么倒听途说的 一两句俏皮话 就不要就不要再次播间PD了 只要你能明白 差不多齐泽克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变成法 你的精神水平 你就已经是 等于说就是已经会魔法了 差不多是站在 人类智力巅峰的 前0.1%的水平吧 大概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 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变成法 就现在讲这个大概是个总论 就是说学到最后 这几本书大概就是要整明白这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变成法 变成法 德里达的误解以及庸俗的误解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也会讲 比如说正题反题合题这个东西对吧 就正题反题合题 事实上正题反题合题合题这个东西是费斯特说的 没有什么合题的东西 黑格尔的黑格尔只说正题反题 其实就是否定 然后再来个不叫合题 就是否定之否定嘛 对吧 就是否定之否定到底是什么 因为否定之否定难道不是肯定吗 不是肯定 这也知道黑格尔自己有 有问题 也知道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他自己有时候也搞错 连并不是全部都是off heaven 有时候是intrust是释放 有时候是阳气 有时候是绝对反冲 但是想讲明白这个问题 这个要就是你先得通逻辑学 我讲这些东西 如果你逻辑学没有看过 你是完全不懂我在说什么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得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可以这么在翻译 黑词和另外一本最重要的 绝对反冲 讲明白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变成法 这个问题 你得就是在先讲逻辑学 在学的讲这个绝对反冲 再加上我把其他一些书 拿出来讲 可能讲明白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来说呢 就这本书是不足以讲明白这个问题的 然后我倒是可以复读它 但是复读了你们也不定的懂 因为他自己有很多书 他就会疯狂地复读他自己 反正就是先讲这个吧 但是这本书并不足以让你明白 到底什么是变成法 但它里面会用到那个思路 总之就先从这里开始 然后讲的时候会 因为我今天试试啊 讲的比较细 反正就是说你没有问题 我就回答 但是说比如说太基本的 太基本的你就不要问了 太基本的就是说 因为我这么 我没办法讲长度哲学史那种 什么都回答你 就如康德这种我也回答你 就是说你针对这里也不太懂的 你稍微问一问 然后也不要太 就是说依据文本 主要还是文本讲解 就是里面太扯太远的 基础太差的 那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就这里你们不懂的 就先试试看吧 就是大概能讲到什么程度 主要是太累了 那么讲了真的没完了 反正这本也是个入门 然后就跟我那本什么什么 金头入门一样 就讲简单的 大部分只能看这种简单 等我现在发现听懂简单的 也算是 也算是有帮助 然后这里我还会对一些 这个错误的翻译 进行一些矫正 所以这个到时候 跟字幕主要联合投稿 因为字幕主可以做一个 如果有字幕主的在 或者卖对圈在也行 就是根据的录播 到时候你们就同事听的时候 整理文本的时候 把他那个翻译错误 给矫正过来就好 他这本书基本上就是 积翻水平 我觉得跟那个 还不如拆GPT翻译 可以这么说 但是跟翻译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翻译得好你也看不懂 所以也不用 也不用来翻译 结果开始吧 征兆 征兆的翻译就错了 就是symptom 症状 症状就是symptom 从症状到 症状到症状 症状到了症状 症状 until it's a key 就是症状到症状 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症状 他已经翻译错了 马克思尔文夫 翻译就是symptom 就是症状 然后这个第一张就是说 我们前译啊 其实其实会自己说的 我自己对他补充 就是说这本书是在成品的作品 90年作品 好像也30年前的作品 他这本书是个 换时代的把这个 近日分析 马康尔以及福威德 黑格尔 臭狗 死狗 批死狗 黑格尔 以及这个 马克思 三个人 逢到了一块去了 逢到了一块去了 然后他就说 这三个人都是聪明昭著的 对吧 因为学哲学 已经没人学这个 这三个逼了 都在疯狂养三 西马的洋气马斯 黑格尔 对 也是都被德的吉德里达 什么劈倒劈臭 然后近日分析大康尔 也是这样 然后就把这三个逢一块去了 他就说 这个就是 对 然后他觉得 把这个东西重新逢到一块去 然后发现了 他认为 这就是他的这个 融会 融会贯同 无道士三家 逆恋 这个就是典型的逆恋 然后他这里长得 就是拉康也不够拉康 然后那个 对 马克思也不够马克思 马克思错的比他 就是他 他对的比他第一想的还对 然后黑格尔也不够黑格尔 然后三合一 哎 你猜怎么着 对 他就达到了这个这个三个字 达到最后这个 所谓的后结构主义 或者是反后结构主义 Antipoststructuralism 就是说 今天分析这个东西 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能学到最后 就是不是精神分析啊 就是说嘿 就是提了各种套东西吧 如果你能说到最后 你能理解他的那套变动法 就是精神分析是 唯物变动法 精神分析唯物变动法 你就能明白 就是说他根本不是任何主义 他已经是一种 就是直插最后一步了 就是 就到次了 就是他可以到三次四次吧 大概就是就是这样了 直插最后一步了 所以他已经他也已经就是说 你到实践了你就已经自己成为这个实践的主体 中介的中介的主体了吧 对吧 你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用什么主义去框它了 这个三次四次也是 他已经到头了 你也他也不能说他是什么东西了 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 就整个这个观念的运动 全部都讲了讲明白了 所以他从最开始就讲这个 马克思跟这个精神分析什么关系啊 马克思如何发明了增壮 一拉康之间发明增壮 这根本不是别人是马克思 两张拉康这个看法 出口出的妙语含糊不情的类比 他是否有见识的理论根基 首先拉康的看法说发明增壮 发明增壮的是马克思 这个事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可能是我研讨班看的没有很认真很仔细看吧 哦对我封单页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拉康到底说不说这个话 我等后面年头班翻译的时候 给我补充一下吧 没听说过这个事啊 我看药班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事 就说拉康说什么什么 症状这词是马克思是发明的 等什么时候咱有留过拉康中 再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吧 但是这个也并不关键啊 这个事情并不重要 反正是那个 其实这里会讲这个原因是什么的 难道拉康这个看法就说拉康正常是来口糊的呢 反正说 还是有什么好的说法 如果马克思真的详细说说说说明过 征造这些概念 而征造还得符合一点点的理由 发挥之后 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些相遇的认识 对象的可能性条件提出抗可视的质疑 马克思在其对商品世界的分析中 创造了一个同时可以用来分析梦 异正现成的概念这是如何可能的 答案是在马克思的阐释程序 interpretive procedure和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之间 所以更确切一些 在马克思的商品的分析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存在着血浓与血的同源关系 这里就开始了 就是说一般人可能会 就梦的解析到底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 你们这里如果看不懂 你们这里看不懂啊 就是说 所以你也不懂什么是梦的解析啊 你也不知道是解梦的方式是什么 他下面会这段来举啊 他来举 然后我们看这段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两种情形的意思要关注在于 避免对据说隐含的形式之后的内容 做恋无癖身的迷恋 或通过分析这些秘密 不是被形式 相比的形式 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 而是这种形式本身的秘密 以梦的形式连接对象的理论智能 并不表现在重启的内容 向其隐含内核 前在梦思的渗透上 而其人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上 何以前在梦思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 何以前在梦思被准换成的梦这种形式 分析商品一幅如是 真正的题不是像商品的隐含内核渗透 即根据消耗于劳动产品的劳动数量 来判定该劳动产品的价值 而证据解释为什么 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价值这种形式 为什么只能以劳动产品 产品采取的商品形态来确认劳动的社会品格 这个基范 基范水平读起的很绕 其实就是很简单 比如说 这一段来这样解释 就是在弗雷尔的解梦之前 小时候我们看过一部小册就是周公解梦 对吧 周公解梦就是他完全说的这种形式 就是他所谓什么恋物匹斯的迷恋 什么分析的秘密 就是说 就是说象征嘛 就是函数关系 什么象征什么对吧 其实他也是这样来说 周公解梦其实是一种科学 因为他就是一个函数关系嘛 什么对应的什么 还有反的 就是一些文化什么 狗屎对应黄金 然后梦到那个 梦到那个遇到什么意外 什么飞来恒 或者是又发财 还有个反 反 斗志 然后还有一些 一对应的什么函数关系之类的 就是简单说周公解梦是一种科学 然后一般就是经济学家 对这个资本主义的分析 对这个什么商品的什么分析 就是那种 就是周公解梦式的嘛 对吧 就是说 嗯 商品啊 这个这个商品的价值 是 是怎么产生的 嗯 这个商品什么什么 嗯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场面的 对资本者的批判 就所谓的什么什么 对 消费主义 什么不要掉入消费主义陷阱 跟我说这个周公解梦是同一个意思嘛 就是说 你不买就行了 你可以表现出对他这一种 巨赤 对什么断舍离 什么什么对 还有什么什么供需曲线 什么什么分配 什么这些东西 就所有的经济学 概念都是在围绕着 就是这里他所批判的 就是简单的就是周公解梦式的 啊 又讲了有点不耐烦了 所以就不 长得算很没耐心 就大概我的意思 能不能明白 就是因为我其实就复读他自己的话 我都发现太烂了 但是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重点不是说 什么显在内容 到什么隐含内核 他这里为什么翻译的 他要这个什么 引号显在内容 引号隐含内容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翻译 他就觉得往这一匹就完事了 这就是说 就是表现本来上面有个本质 对不对 hidden kernel 他有个表现 manifest content 就表现就显示出来内容 他背后有一个 那个就是本质在 然后上面是这样 上面只是个表现 他背后有某种本质 他有某种价值 对吧 他有某种什么什么 什么生产力 什么什么科技 什么文化 什么文明之类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但是呢 这里真正要提出的问题 是什么 真正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劳动采取了商品的价值这种形式 Metal of Commodity这种形式 为什么只能以劳动商品 采取的商品来 确认劳动的社会品格 社会品格就是 他也都下班的了 简直来说 这个话问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会经常发出的一个疑问 那个时候我是从那个 初高中的时候 可能比较单纯在学校里面 后来我去那个大学 去了那个上海嘛 然后 然后后来发现 在这个城市里 就比如说 有同学来找我玩 对不对 然后找我玩 然后一切的最后都变成买东西了 对不对 逛商场买东西 去景点买东西 就你越想越来越感觉 好像到最后 就一切其实都是商品 然后呢 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可能一直到我 三五十岁时候吧 就刚刚认识到这个世界 是有这种疑惑 比如说供街 什么供买货可以供一天 这个城市里面没有别的 什么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 你可能对他进行一些批判 说 那这就没有别的好玩的东西吗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 就全是商品式的吧 然后就想 那商品式的肯定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资本主义之前 什么 资本主义之前就是什么 庙王 什么祠堂 什么祭祀 什么之类的 直播是到了这个现代 变成这个商品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他这里就是在问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 到这个资本主义时代 到这个现代性开始 采取了商品的形式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回答这个问题了 沉默 沉默 这个问题 因为劳动的二重性 导致了 这个后那边 嗯 但这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了 这个以后面再讲吧 因为这个劳动二重性 到现在导致了这个 变成了这个 以商品这种形式了 但是这里他没有在讲这个东西 他这里还是讲这个 形态分析了 许多人指责弗雷德在 反正这一段也明白 他其实他想说什么了 对不对 他就说马克思就是 马克思他对这个 这个商品的 就是那个政治经理学的分析 就是解梦的这个分析法 解梦的分析法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是 不是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咒公解梦似的 那扶刀也的解梦是哪种方式 就重要不是梦的内容吧 不是它象征的东西 也不是说你梦得过狗 梦得过人 而是 而是为什么是一个狗 为什么是一个人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东西 哦 对是是是 对 这里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分裂了 在梦里面 这里出现了这个 能识跟所指分析的分裂了 这里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 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 就还是从临床上面来讲 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事情 比如说 梦为什么是关于无意识的 重点也不是说 重点也不是说梦的内容的上则 就是梦的形式 就比如说 呃 比如说你梦里面遇到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重点也不是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比如说 嗯 你梦到一个人姓 姓钱好了 中公姐梦就是说 梦到姓钱的 就如果 顺着说说明你要发财 或者反正说说明你要破财 什么的 反正就是函数关系嘛 对吧 啊 但是事实上 你你梦到姓钱的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 就是说跟发财相关的象征的东西 你梦到姓钱这个材料 就是来自于你在现实中所遇到的 纯粹是关于这个能知本身的 不是关于它的内容的 但是呢 它仍然是 有某种这个形式的 这个形式就是说 是某一种 嗯 就是能知的强迫重复嘛 就 就是 哎 好靠 真的说这东西没法讲得很好 嗯 就只能再回到那个弗雷德那些 就是经典的事物案例 我们来 我们来分析这些东西 比如说 弗雷德会讲那个 就是梦的解释里面经典 经典的问题 就是重点不是在象征 重点就是它的形状 比如说你梦到一个洞 你梦到一个洞 跟你梦到一个什么 什么隧道 你梦到什么 全部都是象征着这个这个 这个生殖器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 就不是说比如说这个洞 上面有什么字 跟内面有就是纯形式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你梦到什么什么 上楼梯 你梦到上楼梯 不是说不是楼梯是什么 而是说楼梯就是 上楼梯就是 就是有一个往往上攀登的那个那个 那个上下上下动作吗 不是 就是上楼梯就是就是 就是 英特封靠式的过程 就类似的 然后所有的梦状体 梦里所有的梦状体 以及这个不只是画面 包括文字 全部都是跟 发了是有关的 它跟它象征什么 并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纯形式的东西 但是呢 这些纯形式的东西 它是 它为什么会摆 就是给你 罗列在这个梦里面 这就涉及到那个 就是强迫重复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要罗列出来 因为 因为无意识 就是语言嘛 就是语言的功能就是暗语跟转语嘛 但是语言语言是没有这个 否定的 就是梦的内容 它为什么就比如说 在从临床上讲 PTSD 这个也是 就传统心理学 就是试图解释的问题 他们认为这是某种什么观能思潮 什么什么 什么病理化 什么症候 因为事实上 一个健康的人 他们觉得是 你是不应该PTSD 因为特别是你要承了什么 什么生物基因 什么本能论 什么理性 比如人都有什么 什么什么 让机体适应环境 什么自我恢复平衡的本能 那你为什么会PTSD 所以你为什么要梦不到 曾经创伤场景呢 你不是应该梦不到这个 这个创伤的场景吗 或者是你 你治好了不要 你就不要梦到这些创伤的场景 这个之类的 在所有的这个 我这里讲的比较多 因为是关于解梦的 就是说这个在 理解这些是很关键 我考虑到所有的梦 我前几天又梦到这个东西了 我不能给你们讲 对也可以给你们讲 反正我的梦就是某种 比较典型异症的梦 就是说我是某受害者 就是被排斥的 被伤害的 又是被哪个男人 什么什么 抛弃了 什么被背叛了 违背了 违背的承诺 虚幻的虚幻的诺言 对破碎的 破碎的幻想 都是这些东西 然后我从小到家梦 所有的梦 基本都是这种东西 有想起来说 哎呦我小靠 他妈都四十次还梦这种东西 所以生活就是说 你就不是很在乎这个事情了 但是你半夜还是会梦到这个东西 你在所有的梦境中 其实都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就是这个 围绕着你自己这个 围绕着这个创伤能指的 强迫重复来维持主体的同一性 这里他后面也会讲 我就不详细讲才讲了 但是我只是从经验上说 你们大概能想明白 还是这个事情吧 就你想想看 你从小到家梦到一些创伤的恶梦 就是你大不能想起的梦 就只要你大概能想起来 就是有一定的逻辑 一定的内容 都是围绕这个东西的 但是 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吴义识是听不懂否定的 就是说 吴义识是什么 是就是说是这样的一条法律 谁说国王是 傻逼 谁叫被那个砍头 就是他只能把它说出来 因为就是语言跟能指嘛 因为这以后他不能被说出来 因为你这话不是在说 国王是傻逼嘛 就是你创伤的东西 所以本来是应该压抑的对不对 但是他压抑不了 因为他不出来 你不知道什么是创伤的东西 所以他只能在这个以创伤的能指 就是 再再强迫重复回来 但是这个压抑的机制 就是有几种压抑的机制了 就是并不是这个 并不是这个 就梦的 就是说这里有一大堆功能 就是解梦的功能 就是 那个 就是弗洛伊德写一大堆梦的解析 什么什么什么 升华压抑 否认什么凝缩什么的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 拉康总结就两种 这就是语言的功能 暗语跟转语 就是能指的两种功能 暗语跟转语 一种是这个 嗯 转语 转语就比较常见对吧 有一种暗语 暗语就是缺席 缺席跟不在场 但是暗语是可以生成新的译出来的 转语是不行的 事实上转语也可以啦 转语把它放到能指垫里面 最后总归是被一个缝合点 被一个主人能指缝合的 就是我大概讲的这些 就是解梦的一些方法 但是暗语跟转语就是 比较简单 比如说 嗯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相似 就是那种转语嘛 对不对 就棒状题 就是发了四 然后山洞就是什么 我刚才讲的类似 这种相似嘛 相似就是转语 它就是纯形式上的类似 那么暗语是什么呢 暗语就是在这个 在一个精神分析里面比较难的 因为它涉及到的一种 一种压抑 那么这种压抑 其实在这个无意识的中 就是生活中 自己也可以察觉 比如我这里也说好了 比如说这个 伏雷德喜欢老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想不起一个人的名字 他想不起来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说那个人的名字 后来他说 一个人名字是有两个人的名字 拼起来的 那种名字里 象征着什么性跟死亡 然后最后正在为他的病人担忧 所以他遇到这种东西 其实无意识的压抑了 然后他就想不起来那个人的名字 但这是一个名字是纯 就是形式上的 它的名字字母 是由那两个东西组合起来的 但是他 他想不起来是 是因为他要压抑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 就是弗雷德所讲的另外一个 关于paranoi 就是 偏执狂 偏执狂的这种病例 偏执狂的病例是这样的 就是 嗯 我拿起来还是从经验出发 就比较好理智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 对不对 但是在现实中你喜欢这个女生 就会表现出对他的厌恶 然后你越喜欢她 就会越厌恶她 因为就是压抑嘛 甚至你自己 就是说你特别讨厌一个女生 就是你对她有一种超乌寻堂的讨厌 不是一般的讨厌 你就后来想到 其实是因为 他对你是有 就是性方面的吸引力的 比如说你老会觉得 这个女生怎么在那女生怎么那样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世界讨厌的人很多 你为什么就那么讨厌她呢 为什么对她移情了 这就是transference 这就是压抑了 就是 你越 你越讨厌她 你其实就是越压抑 就是差不多 就只要是你在产生中 不管是什么样的评价吧 总结这个 这是此时 疫情transference已经发生了 所以就是 她已经在压抑 这个压抑就是无意识 因为无意识 其实是她吸引你 然后你害怕这种 你害怕这种快感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压抑 你会讨厌她 她就是以这种方式 让你可以想着她 只不过她逃避了 意识的审查机制嘛 就你一种方式 她还是给出 就是说她还是出现了 那只不过是 她逃过了这个审查机制 所以她是无意识嘛 就你说为什么 哎呦我讨厌她呀 因为我讨厌她 所以我都想着 不不不不不 事实上是她吸引你 因为你这个世界 讨厌的人那么多 你为什么讨厌她呢 这个世界可以讨厌的人很多 这一点都是移情 因为它占据了你这个 自我认同的 类似分 可能有很多原因的 本来概概是 跟事实上大概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 她竟然出现 不是她怎么能有缺点 不是 完全是反过来的 对 就体暗恋差不多 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 她能提供给你这个 爱一个动力学吧 让你讨厌 让你爱跟恨 什么的 嗯 就是想想着她 所以这里就是另外一种 所谓的梦的表象 就是表象 都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你今天出现她 你不要说 啊 我今天出现她是因为讨厌 不不不 是因为压抑 嗯 还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现在明白 就是说 吴一时期是个直求 是非常直求的 然后你反过来一样 一样的呀 弗雷德的原始的 那个材料是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然后跟她的领寄 天天吵架 她 她那个领寄是男的 她为什么天天吵架 因为肯定是 因为弗雷德加历中 那好像是一对母女吧 就是单身 然后隔壁是个健壮的男领寄 就好像 她就说 就是 其实那个 这对母女 其实对那个领寄有幻想嘛 但是她没有压抑嘛 然后就疯狂的吵架 然后越吵架 越有幻想 越paranoia paranoia 就是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嘛 就是越吵 越吵越觉得 她就对你有吸引力 什么的 就是符类原来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paranoia的例子 所以就是类似 就是说 吴一时期是直求 你不要那个去说 啊 因为讨厌也是什么的 那就是 那东西可能是 就是说 评价 其实评价就是比较好 就是象征嘛 对吧 它是来自象征的 嗯嗯嗯嗯 反正差不多讲了这么多 都是关于解梦的 就是解梦是关于能指的 关键是关于梦 就是能指采取的形式 梦采取的形式 但是并不在于这个梦的内容 就是周宫解梦式的 ok 所以这一段大概可以 这一段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了 但是那个 剧透完了 不是就是很重要 慢慢慢慢讲 然后遇到详细的例子 就是我得详细讲啊 就是这里讲得很简粒 为什么不愿意讲 因为讲得扯很多 就是不扯很多 就讲不明白 我现在他妈的说话 就像齐斯克了我感觉 我不等到现在这一段口符 就齐了个口符的风格 为什么你讲一半 觉得不讲明白不行 只要一半觉得讲不明白就算了 然后只能就不停地补充它 只能指责弗雷德赤梦式充实泛性欲主义 这种指责如今已成 已成沉思战调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泛性欲主义就是 后面不是说什么 戎格什么什么阿德勒 什么都跟那个齐克分道扬镳吗 都跟那些切割嘛 就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 给弗雷德解释的 他们说的就是泛性欲主义 说你太关于性了 就是说一切这个梦里面 都是比如说 Paranth是你对谁有想法 然后你梦到什么楼梯 你就是要啪啪啪 你梦到这个洞 就是那什么 难道 难道 人没有灵魂吗 人没有理性吗 人没有一些什么 什么高级人性反应吗 佛雷德解释 没有没有没有 你相信我那些东西都是Libido 但是呢 这个Libido它并不是sex Libido是什么 Libido就是一种超过 就是 拉康前提喜欢讲亲灵性 后来他不讲了 因为亲灵性的这个有点 这个概念有点傻逼 但其实是一种超出 这种超出 其实 这种超出 也有很多例子 那些例子 我觉得讲的就是 学院牌的例子吧 也可以给你们复读复读 比如说 佛雷德讲的例子 什么他女儿 或者是人生命时候 喜欢说什么 我想吃 我想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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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门罕全席 想吃蛋糕 你想吃东西 难受的时候 饿的时候 不想吃米饭 就是要这种超出 或者是比如说 你玩游戏好了 比如说我玩文明对吧 如果是一局顺风顺水的 你玩游戏好了 这种局叫什么局 叫奶奶局 对不对 叫什么 索然无味 不能顺风顺水 顺风顺水奶奶局 索然无味 人生如果安排好一条路走 人生天空不行 这个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Libido 就是Libido 我不能这样子 我就是得折磨 我就是得超出 我就是要这个创伤 我必须得骑逢对手 鱼堂局打两局要擦好 好他妈无聊 必须得骑逢对手 我就是得犯病 我就得回到那个创伤的地方去 弗雷德其实本质上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历史这些东西全部都是Libido Libido就是来自于一种超出 然后后来拉康 他喜欢管这东西叫亲领性 那两次又不太讲这个词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就是欲望的这个本质 很远是一个超出去的东西 然后 汉什么什么艾森克不知道谁 自卫性分析的严厉批判者 很久之前弗雷德 是梦都看到一个生死亡的贝勒 因弗雷德之间 在梦中表达了欲望 被假定为无意识 同时与性有关系 至少原则上可以这么说 这与弗雷德本人分析多数案例相抵触 弗雷德的案例是 他挑选出来的一个梦 他把这个梦当成的导论是哪里 以及视力梦的逻辑 都是关于伊玛的注射的那个著名的梦 这个梦表达的潜在梦思 是弗雷德的一种努力 即借助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争辩 这不是我的过错 它是由一些的环境所造成的 推卸理应由他承担的 患者伊玛医治时代的责任 这种欲望这个梦的意义 寄与性无关 造成涉及职业伦理 亦与无意识无色 伊玛医治的失败 令弗雷德寝食难安 这里他下面有这个会解释 我先把这一段 就是伊玛注射的梦给你们讲一下 伊玛注射的梦 弗雷德解梦里讲过 其实可以讲 奥拉康也讲过 这个梦直播间比较熟 他面试视频我还是讲一下 就是伊玛是一个患者 其实都是小小孩 好像是异症了吧 那是疼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送过来 然后结果弗雷德治治不好 后来他又严重了 所以就把他转给他的 另外一个这个朋友了 一个医生 然后他的梦里面 他在梦里面 就是这个伊玛的注射 为什么要注射呢 为什么要注射呢 因为伊玛是个异症吗 他在梦里面就说 他原来不是异症 因为他伊玛张开在嘴里面有一种 就是他嗓里长了什么 什么龙泡啊 什么什么肿瘤啊之类的 然后他们说 你看吧 就是说不要给他打针 就是他是气质性的问题 就是他身体有别的病理 就不是他心理的问题 我治不好他是因为他 他这个有病理的问题 然后在这梦里出现了伊玛 伊玛的字幕啊 他老婆在一个误会 包括他的什么朋友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梦 就是这个什么什么艾森克 他把这个梦取出来了 因为他说 他说 那你这个梦跟性也没有关系啊 你这个梦跟性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这个梦那个 而且佛特在节目有另外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佛特在听说 就是梦是欲望的满足 欲望的达成对不对 但是是一种伪装的方式 这个伪装的话 就是我刚才有类似给你讲的那个 就是偏执狂的问题 就是症状嘛 症状的梦都是武艺 什么是同一个同一个方式 就是说 你的想乐 你的客体小孩 他是要出现的 只不过他出现是 一种伪装的方式 伪装很讨厌他 伪装成什么什么 伪装成什么什么 就就类似的这种东西 然后佛特在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切的梦境全部都是用来达成 然后他只会是偷偷摸摸的 你某种方式去去去达成他 比如说这个 嗯 后面我们会讲那个屠夫妻子的梦 他那个梦后面他后面会讲 我这就不提前说了 但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但是呢 但是呢这个梦 这个欲望这个梦的意义 首先与性无关 其次跟无意义无关 无意义我们说它是一种 就是说 那个伪装的对不对 但你这里不伪装啊 你这个梦不是就执穷吗 就白给吗 不就是你这个梦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说啊 他那个 他那个我治不好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自己是身体生病 那他是应该那个 那个打针吃药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个好医生 然后这个 就是前面提论就说说 狐狼的这个梦他家导温 跟他的解冒原则都反过来的 对吧 首先跟性没有关系 不是一切什么什么 棒状无权 其次跟你无意义也没有关系啊 你根本就没伪装啊 哪伪装啊 你这不就直接就直求就 就欲望满足了吗 你白给了吗 然后后面这个是这个奇特克的辩论啊 他说这种指责 指责弗洛伊德在试梦时充实的梵性与主义 无意识性的 潜在梦词是完全正常的思想 可以用日常普通去把表现清晰表述出来 从头部学的角度讲 他属于意识潜意识一脉 主体通常意识到它的存在 虽然过度意识到它的存在 它始终骚扰的主体 在某些条件下 这种思想被推开排除在意识时代 是沉溺的无意识 也就是说 去诚与原初过程的规则 被翻译成了无意识的语言 因此潜在思想 与所谓梦的显在内容 即梦的文本 会以字面现象呈现出来的梦的 关系与下列两者的关系 一个是完全正常的潜意识思想 又是梦的字迷 它是由完全正常的潜意识思想 翻译而来的 因而梦的本质性构成 不是它的潜在思想 而是这种运作 即置换与压缩 还有单词或音节的内容定型 这种运作赋予潜在思想 与梦的形式 就算听不懂没有关系 因为它都翻译得不太好 我们再读完下一段 也是在解释的 因此基本物就在这里 如果再有显在文本 隐藏起来的潜意识思想 被引向无意识和被压抑 不是因为对意识来说 具有令人不快的平静 而现在造成了自己 与另一种 早已被压抑 早已被置于无意识中的 欲望的短路 这种欲望无论如何 都与潜在梦思好不相干 如果无意识是愿望 即便于因而其中处于 压抑状态的欲望 已经转到正常的思路上 正常的思路 尤其驱从我们一直在描述 那种不正常的精神治疗 及驱从于梦的运作 驱从于原初过程的出动机制 正常的思路是正常的 而定而只能以普通的日常演员来 就是说 能以刺激过程的巨发表达 听不懂了是不是 这个梦 伊玛的梦 拉康也讲过 但是拉康讲的是 连统班级 我们都反复了二还是三 我觉得拉康讲的也不好 主要是 这个梦 弗洛伊德是一个 严重的强迫症患者 拉康讲的是关于想象界的 他就说 这个梦的关键 在于伊玛的喉动里长的那些东西 所以拉康讲的不好 他说那东西来自于想象 实在这个原制 拉康这里就完全都胡说八道了 年头班二的时候 实在的快感是 是来自于 上帝能胜于原来的时代 所以拉康二 在这里基本上在这个 胡说八道啊 是瞎讲 弗洛伊德这个梦呢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强迫症患者的梦 这是一种 欲望的永远的拖延嘛 这里所压抑的是什么 总而言之 这里其实讲的还不错 在拉康年头班二里面 这里讲的完全都胡说八道 这里面这个梦 它其实也是非常直求的 只不过是你们理解 怎么说 就是你们 不要反的去理解 拉康说是象征的本质好吧 我现在好像说的是实在什么的 反正总之他这里讲的不太好 这个梦就是关于一个 强迫中患者的梦呢 哦害怕他治好了 拖延他的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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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么说呢 我可以看着说我的看法了 因为如果我不知道这是弗洛伊德的梦 我只知道就是说 这个梦给我 我会发表我的看法 那你们自己听吧 反正这有拉康版 又有他的版 又有我的版本 是正确的 拉康他的方法是对的 就是拉康 关注的东西是对的 就是伊玛一张在嘴里面有大堆恶心 乱七八糟的东西嘛 就是什么 什么病变的 什么发白的浓疮啊 肿瘤什么的 这就是压抑嘛 这就是压抑之物的回归嘛 回归是什么 就是他对伊玛永远失去的性欲嘛 他本来梦到伊玛不幸运 梦到什么洞穴 什么棒状物之类的嘛 但是梦到伊玛最大的恶心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伊玛是他的患者嘛 就是他是一个 弗洛伊德是个真正的强迫症 弗洛伊德其实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 就是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性的关系 除非是什么很和谐的人 他对这些患者没有任何的 就是乱七八糟这种想法的 因为他永远的失去了已经 就这个梦就是说 他永久失去了对伊玛的这样一个 一个小女孩的欲望 就跟恋母情结是一样的嘛 永远被压抑了 就这个意思 永远就永远没有了 他想要有 但是已经不可能有了 他跟伊玛之后患者的关系 就是什么什么 伊玛我治不好他了 我跟他就是患者的关系 我梦里面想怎么治好他 他想怎么治好他 其实他想一种尝试 就是说他跟伊玛还是想 对他围绕的进行 他进了某种过渡 他这个过渡 永久是跟这个恋母那种 那种 就是说 远乐没有了 就是说始终是被 被阉割了被压抑了 阉割就是多此一举嘛 就这个梦就是阉割的梦 就是说 我跟伊玛没有任何性欲关系 我跟伊玛就是 就是医患关系 但是他就通过这个方法 来替代他所压抑的那个原乐嘛 因为他跟伊玛的那个原初的原乐 不存在了 被阉割了 但是不是不存在 是根本就没有过 他只能以这种方式 能获得那种那种原乐嘛 以这种失败的尝试 就是说 预盖你一张 就是说 我们两个没有那种关系啊 但是你不这么说 本来也没有 就是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就是说获得快感的方式 就是抢博人获得快感的方式 我只能讲到这里了 就是说 为什么变性法很难 尽分析很难 因为这个压抑就是他本身 就是快感 这个窗上就是快感 就是你不这样压抑 也没有这个快感 你永久失去了 对 你的快感就是来自于 你害怕你永久失去对他的快感 这是我的版本啊 我的意思是 这个梦如果不是什么 弗洛伊德自己讲的 约拉康讲的 在我看的这个梦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你们都几个完工 你们参考啊 所以你们大概就是说 明白这个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说 首先无意识 无意识并不是这个 对 无意识就多词一举 他就是必须多词一举 来获得快感来获得满足嘛 所以弗洛伊德这个梦 到底是怎么获得满足的 就是他通过这样多词 又获得了对伊玛的快感嘛 对吧 就是说我对他 我跟他只是医患关系 我声明 我声明 我跟他只是医患关系 我声明我什么也没有 没有压抑 我对他就是一个 你看 我看 我一看叫他说 里面那些东西 我怎么可能对他 我这个都给你看 我怎么可能对他有意思呢 我对他有意思 这是让我感到恶心 我对他根本就没有意思 我再次声明 我对他就是没有意思 就是纯纯的 就是纯纯的 隐患关系 他是以这种方式 获得欲望的满足 获得这个快感 这就是阉割 所以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关于阉割的梦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很典型的结构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说 梦的梦的解析 根本就不在于说 就是他有什么什么 没有被破译的东西 他的梦境所显示的内容 就是他的内容 只不过是 为什么有显示 是跟哪个人不显示别的内容 他这里有讨论这个 就是说 他的梦中的无意是 无意是欲望 unconscious desire 等于潜在思想 等于梦的意涵 这就是说 所谓的根本性的失误 就是说 梦的无意是欲望 跟梦的意涵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跟梦的所指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 你为什么要解释 现在明白了吧 就是翻得很乱 但是明白 我跟你解释明白 就是说 问题不在于说 你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 是为什么你要这样解释这个问题 你梦就是你给出一个叙事 给出一个解释 这个叙事就是 我跟他 我生命 我跟他就是一款关系 他的这个人 让我感到恶心 问题是 没人问你啊 谁问你 你跟一马什么关系了 你为什么四处说 我梦到我跟一马怎么关系 不是 谁问你了吗 你跟他什么关系 你那么多病人 你几百个病人 谁问你什么一马之后 你跟一马什么关系了 懂了吧 就不在于这个梦的内容是什么 而是你为什么要 要以这种方式去阐释它 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解释它 但正如福贵一德平衡强的那样 在潜在梦思中 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意识性的 这个梦思里面 我们跟他解释了 刚才那个梦里面 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意识的对吧 所以他什么梦到这个梦的那个 是整个他这个解释的这个方式 是无意识的 潜在梦思是完全就是什么 日常的普通巨发什么 所以跟你梦到什么 里面哪个东西就是什么 发展哪个东西 就是这个 我家里哪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并不是这个潜在梦思 这个具体的东西 而是整个这个梦 它是如何结构起来的 你为什么要要去这样去叙述这个历史 为什么你要叙述关于主体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说跟什么里面他梦到什么 比如说他说 你这个梦根本就与性无关 但是我们知道 经过我的解释 你们知道跟性是有关的 对不对 他就是以这种跟性无关的方式 让他变成跟性有关了 这就是严格 然后跟无意识无关 跟意识大 跟无意识大 有关 因为无意识就疯狂的解释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这种辅略的平衡强量 在潜在梦思中 没什么东西是无意识的 OK 它始终属于 它属于意识前意识 所有梦里的东西都是consciousness 跟preconsciousness 都不是 都不是这个无意识的unconscious unconscious unconscious就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做这个梦 需要你梦的具体的signification 就是所指 所谓所谓的梦的意涵 全部都是意识或者是潜意识 unconscious就是你如何结构起来这个梦的 主体通常意识到它的存在 虽然固度意识到它的存在 它始终骚扰了主体 在某些条件这种思想被推开 被排序到意识之外 也是沉入的无意识 就是屈从于远处过程的规则 被翻译成的无意识的语言 这个无意识的语言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儿马的 就是说 儿马就是一马 本来是 本来是说 这种快感 就是它对 一马的快感来自于什么 就来自于这个禁令 就你们两个是不行的 你们两个是 它是你的患者 你们两个是不能有这种关系的 然后 通过你对它伸张 你通过你对这个禁令的伸张 所以说这个梦为什么是个创伤 它再次抢了这个禁令 对你跟它不行 对不对 它进行在那一团 就是说 漏话什么的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说 no 这就是那个禁令 这就是创伤 但这就是有快感 就是因为我跟一马不行 所以我就很爽 所以这个梦的过度就在于那团 恶心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恶心的东西 也不会那么爽 那它的那个患者里面 什么什么 什么那种 比如说什么 美丽少富很多 对吧 漂亮的优雅的 什么之类的 但是那些东西并不让你爽 只有这团恶心巴 的肉会让你爽 到这里已经 已经能理解什么 意识的纯高课题了吧 它必须得是缝合 必须得是有创伤 必须得是有创伤 必须得是恶心的就很能爽 如果不是恶心的肉 而是优美的身体 会爽吗 不会爽那东西太多 就是快感就是创伤 因此前代梦是 与所谓梦的显在内容 及梦的文本 会以字面现象 呈现出来的梦的关系 就是在两种之间的关系 一是完全正常的 潜意识思想 一是梦的字迷 它是由完全正常的 潜意识思想 翻页而来的 因而 梦的本质性构成 不是它的潜在思想 而是这种运作 即置换与压缩 置换与压缩 还有单词或音节的 内容的定型 这种运作 赋予前代梦 所以梦的形式 因此 基本不解释在这里 如果 如果在有险列的 被隐藏起来以前 那种是寻找 寻找梦的秘密 我们注定下雨而归 春梦是怎么回事 春梦完全符合我 我以上所说的 春梦都是恶心巴哀的东西 春梦都是恶心巴哀的东西 而春梦不是直求 春梦恰是符合 我跟他所说的逻辑的 春梦永远不是 你跟一个什么 帅个别人一起喜欢的人 然后 关键时刻 男怀女爱 那种梦就是 就是在关键时刻 你会醒的 我就像做这种梦 那个男生要送我上楼 我喜欢的 然后半距半距的说 哎呀上楼吧 然后他始终上不去 就各种各样的被打断 然后上楼就会醒 然后春梦 就是你呢 这个梦梦就打造orgasm 那些东西 都是恶心巴哀的东西 就是什么跟瘦人啊 跟什么什么 纸骗人啊 什么二次元啊 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跟你 写的那种帅帅的男生的 他完全符合这个逻辑的 哈哈 那我没错过去 那我没错过去 我弄的都是 我说没有那么恐怖的 没有那么 过度的 对对 因为他不能白给 为什么白给 因为白给了 结果快感就消失了嘛 就是说 你喜欢这个男生 帅个美女上楼 靠这事儿有什么意思啊 这种A片 这种剧情A片 你都不会看 哈哈 因为这个欲望 就没办法再生产了 没办法持续了嘛 不是要间接 他是要维持自己的再生产呀 你这个欲望 持续白给 就再生产不了了 他就停止了 他必须得是 可以再生产的东西 对我确实挺压的 嗯 因此基本的物解就在这里 如果有 如果在 在有显在文本 manifed text隐藏起来的 潜在内容中 寻找梦的秘密 我们注定下雨而回 我们找到一切 就是完全正常 这位 发生服的那个医码就是什么 如果你在这个梦里面 内容里面找 或者是它象征了什么 你也什么都找不到 就完全正常了嘛 嗯 我们找到一切 就完全正常了 虽然通常令人不快在思想 尤其本性而言 这种思想 通常语性 无关 也不是无意识性的 这种正常的 意识前日思想 背影像 无意识和被压抑 不是 因为对预设来说 具有令人不快的平静 而是因为它造成了 自己与令人早已被压 早已被置于无凶的 欲望的短路 这种欲望无论 都与潜在梦思毫不相干 如果无意识欲望 其一源于 因而其 并处于压抑状态的欲望 已经转到正常的思路上 正常的思路上 也只趋成于我们一直在描述的那种不正常的精神治疗 即趋成于梦的运作 趋成于原初过程的数种 即使正常的思路是正常的 因而只能以普通的日常语言表达 也就是说 能以刺激过程的剧法表达 刺激过程 就是他说的什么 伊玛诸生的一些剧情什么的 对吧 然后梦的运作Primary Process 就是我们说的 他如何进行压抑的 如何 就是阉割嘛 对吧 Primary Process 其实就是阉割啦 所有压抑的都是跟阉割相关的 阉割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跟 他对于这个伊玛 这个快感是如何产生的 不可化为正常思路的 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心理 所以他最不可化为 是因为从一开始的 受到的构成性的压抑 可的选择书也是 碌碌碌碌 也就是说 它最不可化为 心理它 在用於日常交流的正常语言终 在意识前意识剧法中 没有任何缘粗可言 它只能置身于缘粗过程的 机制之内 没有任何缘粗可言 对不对 就是说 除非你多此一举 你对伊玛语 产生不到任何快感 对吧 你只能通过声章 我跟它 它只是因患关系,什么都没有,才能产生快感 没有任何先于压抑之物回归之前的压抑,对吧 因为生产快感就靠多次举来产生的嘛 这个其实就是变定法了 这个就是齐德克随略的灵性的慧根的正解的变定法 比如说我们一般理解的变定法是什么 就是什么正题反题,什么合题,对不对 否定就否定 或者是那个形式罗级三个论,总喜欢讲的,什么全称,全称命题,叫什么 全称命题,人都会死的,对吧 而特称命题,苏格拉底是人,苏苏格拉底会死,对不对 就是形式罗级三个论嘛 全称命题,特称命题 但是这个,这个东西,从变定法来说,它全称命题就不全称啊 那全称命题就是个书像呀 全称命题就是个特称命题啊 人都是会死的 人都是会死的,没错 得问题是,那不会死就不是人嘛 就你这个也是一个书像嘛 你这个并不是什么全称命题 你这个全称命题,一个第二个特称命题 并没有任何的包含关键 就是正题跟反题 正题,正题 正题反映最后的否定就否定,否定就否定的那个合题 那个合题就是让你就是重新解释的正题 跟你说正题其实也只是一个书像,一定没有任何的普遍性 这里也是这个意思 没有consistency 没有普遍性 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原初的 没有,没有one one one,这个就是说,后一期的less than nothing 所有说明者都讲这个one的问题 one就是缝合点嘛 就是这个如何指令为一 这个零是怎么变成一的 就是通过阉割,通过这个 这个所谓的什么压抑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们产生了某种consistency 产生了某种 就是说 那个 所谓的原论嘛 reasons就是那个一嘛 the one 对吧 嗯 下全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如果这里能听懂的就是说 奇德克所谓的灵性的辨证法 真正的辨证法 以及这个晋证分析是正确的辨证法的 就是说 他后面所有书都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如何 这个什么 这个在这个符号学层面上 在一个semiotic的层面上 我们是如何指令为一的 如何一个能指代表了另外一个能指 一个能指代表了所有的 代表了所有的能指的能指 为何 为何有义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 就是所有的行人上学讨的这个零跟一的问题 在这里都可以不要解决 这也是我们不应该把梦的阐释和一般 增长的阐释 化由于重溢的原因 这里所谓重溢 即把前内的梦词重溢为 hybermass 所谓的主体间交流的正常 正常的日常语言 结构总是三重的 只有三种因素的运作 显在的梦文本 前内的梦内容 或前内的梦思想 就是说 它这里是用hybermass的方式 来重溢这个梦 就是说 什么有个主体间交流 就是inter 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主体间信 就是说什么 结构三重的 首先是梦文本 manifest dream text 就是什么什么 梦的就梦的那样 然后是前内的梦内容 latent dream content 或前内的梦思想 在梦文本来出来的 无意识欲望 unconscious desire 这种欲望 将自身依附于梦 将自己插入 横温在前代思想 和梦文本来的奉心 才与前内的思想 完全的 并非更隐蔽 更深藏的 相反的 是更加处于表面的 它是完全能指的 机制构成的 是由治疗构成的 前内思想 驱从这种治疗 欢迎知道 微藏人之所 是梦的这种形式 梦真正的主题 无疑是在梦的运作中 对其前内的那种 精心产生给它出来的 可以理解了吧 就是说 不用hybermass 它是蛇皮的庸俗的解法 真正的解法就是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要这么 给你这个梦的内容 对不对 写了你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我靠好累啊 好那从前面读到现在 是不是很清楚才讲什么 嗯 我不得不说 它这个原文我都没怎么看 我看了两段 我大概就看到说什么 所以对我来说 读人读英文是一样的 对你们来说 你们都不懂 所以那你们不懂 你们读英文里面也读不懂 没什么区别 就如弗洛伊德 就如弗洛伊德 就如弗洛伊德常作那样 被它概括为经验观测的东西 尽管是以相当惊人的 相当惊人的频率 预示着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的到来 梦的形式或为梦提供藏所的形式 被人以相当惊人的频率 为来代表一种形式隐藏的主题 如此说来就是梦的基本悖论 无意识欲望 即一直被假定为梦的最隐蔽的 内核的无意识欲望 正是以下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对梦的内核及梦的潜在思想 进行演示性的运作 其借助于把梦的内容核心 翻译成梦字迷 对梦的内容核心 各种观点和意义将一而再再提出 这些观点和意义都以某些 尚未解释的梦为基础 而这些尚未解释的梦 又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的 梦被保留的记忆之中 需要对这梦进行阐释 但这种需要被忽略了 但是既然进行分析时 至少已经愿意用通过阐释 结出来梦的意义 替点醒来的梦 他们中的许多人又 为以同样固执的态度 就是要另一种忽略而深感内疚 他们努力在梦的前的内容 发现梦的本质 而且在这样做 时能忽视着下一个两者的区别 一直潜在梦思 一直梦的运作 其实梦不过是特定的思维形式而已 却明显在实质成为可能 正是梦的运作 创造了形式 而且只有梦的运作 才是做梦的本质 能解释它特定的性质 不得也就是分两步进行的 首先我们必须 打破这样的表象 根据这种表象 梦不过是既简单又无意义的一团混乱 不过是由生理过程引发的无序状态 因而无论如何都无意涵可言 婚言中必须像禅师学 研究脉出至冠状的一步 梦剩下来有意义现象 把梦视为这样的事物 它全是被压抑的信息 而被压抑的信息 发现离不开禅师性的程序 其次 我们必须摆脱对意涵内核的迷恋 对梦的隐含意义的迷恋 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摆脱对隐藏 从在梦的形式之后内容的迷恋 全是冠绝于形式本身 冠绝于潜在梦的死 都要对着俯首成全梦的运作 这里要注意这关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在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秘密 所做的分析中 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阐述 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也是分两步完成的 这很关键啊 他开始 这个 讲马克思是怎么 跟弗洛伊德同样完成这种分析法的 首先 先不许打破这样的表象 分析这种表象 商品的价值 取决于纯粹的偶然 比如 取决于公演与虚秀之间的依败的互动 不许卖出观望一步 去设想隐藏在商品 商品形成之后 隐含的意义 设想有这种形式表达的意义 还要不许看破商品价值的秘密 秘密是什么 人类 劳动时间嘛 因此 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 这是个秘密 这个秘密隐藏在商品 相对价值的表面波动之下 这个秘密发现虽然消除了有关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纯首然的所有表象 但却 但却绝对没有改变这个模式 商品的价值判断这个模式决定的 然后就跟弗类一样 第二步 第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说 梦就是虾必梦 对不对 没任何意义 这里说不 梦不是虾必梦 它是跟这个 人类凝结的无差别劳动 对吧 跟这个 绝对劳动 不是绝对劳动 什么相对劳动时间 和什么 是个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对吧 其次 但这种马克思所言 这在承认某个雀 仅仅这些秘密是不充分的 五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已经发现了商品形式的秘密 这种经济学的局限在于 它无力摆脱地隐藏了商品形式之后的秘密的迷恋 它助力被 作为财富商来源的劳动 所迷惑 换言之 五点经济学只是对隐藏商品形式后面的内容感兴趣 这也是它不能对真正秘密做出个解释 原因 这秘密不是隐藏在了形式之后的秘密 而是关于这个形式本身的秘密 即使五点经济学对价值量的秘密 这些秘密的解释 价值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什么社会必劳动时间 什么劳动力在生产 所需要的成本 决定什么商品的 什么价格之类的 但是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 商品依然是神秘的米版的事物 这到底同样适用于梦 即便在我们解释 它在意涵涵涵液前在梦子里 梦依然是个米版的现象 下面得以解释的 只是它的形式 即将的过程 如果这个过程 也涵润意义 梦的这种形式在背包自己 因此我们必须 在图示本主要的另一步 分析商品形式 资深的生存 把形式化于本质和隐含的内核 是不够的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商品的价值 是什么 是个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这个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考察过程 这过程类似于梦的运作 正是通过这个过程 被隐藏起来 这种可以采取的这种形式 一人就马克思所言 劳动产品跟采取的商品 这种形式 具有了米版的品牌 那种品牌没有可处 显然源于这种形式本身 正是这一步 急迈向形式的发生这一步 古引政治经济学没有完成 而且也正是他事关生起 弱点是所在 不论我们不完整 政治经济学都分析了价值 及其数量 接开了 曾经的形式内容 但他从来一次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的内容 采取这种特定的形式 这就是说 为什么劳动是以价值来表现的 为什么以时间的长短行量劳动 是以产品的价值 价值量表现出来的 这为什么不能以时间来表示 要以产品价值量来表示呢 反正就是这第一个小节明白了吧 马克思福利对形式的分析 他这里就是怎么串起来的 就是说 马克思对这个商品价分析 不就是解梦吗 首先不是群差无然的 但是呢 你这些背后的意义 是没有任何意思的 因为他背后的意义 是完全合理的对不对 那个一马出去的 是完全合理的 他就是什么 我是个医生 这不赖我啊 然后 你这个说这个梦说明什么 要说明你要摆脱内疚 也完全合理啊 问题不是说这个梦的 就是有某个什么隐藏 那个你想说明什么 对是 是你为什么要这样 以这样的方式 运作这个梦 要讲 要编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来 马克思这里也是一样的 问题就是说 并不是说 就是 因为马克思所研究的 就不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 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 就是研究那些东西嘛 什么什么社会被劳动时间 如何能分好的劳动 如何能 这个的话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分配 什么这个的话生产 而且还是马都工吧 马都工这个东西就是 马都工后来更简化 这管理这些叫生产力 马都工比那个 说到第二种世界 对马都工来说 已经这个 不足够了 这些管理这些叫 马都工叫生产力 就是说 最重要的生产力 自分主义最后的 就是马都工嘴里 听一说那个生产力 就是这里说的 隐含的内核 hidden kernel 就是这个 一切 一切 什么什么 那个本质 人类进步的 什么什么什么 原动力 什么什么类似的 你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叫什么 剥削 什么私有制分配 因为你们要那个 对 你们要掩盖剥削关系 掩盖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所谓的青年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 还就是说 马都工就是青年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 也是青年马克思 但是马克思晚年 写资本顿 他就不是青年马克思了 他就整明白这个问题了 因为青年马克思 跟他所批判那些什么 什么古典经济学家 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不过是他把这个 就是说什么什么 什么劳动力波 就转到什么什么 生产关系嘛 商量生产关系什么之类的 自分主义内容 不是重要的为什么有 不是应该是这样说 你们在回到我最开始 讲那个 你们在回到我最开始的 那个问题 啊 为什么 我出去玩 跟朋友玩 只能去逛商场 一切都是商品 你在回答 你在回答这个问题嘛 那你就说 所以这个 就是为什么 一切都是必须 以商品的形式 你才能通过这个 商品交换 能获得快感吗 那我 那你回到浅现代 天天去什么福里 什么烧香拜佛 是什么祝福 会祖宗 有意思吗 也没意思呀 那什么有意思呢 没有人跟人关系的创伤 你们怎么还没明白这个问题啊 天哪 我真是不停的 应该复读了 就是 以人跟物的关系 眼跟人人的关系 这个还是 就是西马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你说这个 不就是马尔库赛吗 不就是什么 哈勃马斯那些人吗 不就是什么 你不要这样去批判马克思 你不要说什么 啊 那个什么什么 他背后其实是什么什么 那个 对了 但是那个是 那个是西马的 那个是西马的批判 这里其实是这样 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资本主义 为什么是必要的 你们能明白吗 因为你们其他人的批判 什么单线度人 为什么说那东西 因为他就说资本主义是不必要的 你有一种别的方式 那现在就问你 你有什么别的方式吗 你还要是没怎么明白这个问题 你就永远是那个 你如果怎么明白这个问题 你应该承认 杨和平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你不能把说什么 就是说那些念什么左经的 都是这个思路吗 资本主义不是必要的 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资本主义 是必要的 是因为资本主义 什么都是那个贪婪的吸血鬼 你更是贪婪吸血鬼 那比尔盖斯的事业都要大善人 人家钱都捐了人是吸血鬼吗 人家捐了50个亿 他要吸血鬼 人类为什么会 采取资本主义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人类的快感 如果说我们说 人是个个体的 这样来假设 其他个体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他这个思路 我始终觉得有问题 就是说 他这个思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讨论这种宏观政治现实 他的老血人 用近人分析 但是事实上 并不存在什么 人类普遍性的意识 他们老血人讲这个 你对资本者的批判 并不是说 因为他们是吸血鬼 他们坏 他们贪婪 我们勇敢善良 然后我们 理想主义 我们平等主义 我们牛逼 对吧 我们那个 我们知道这个是剥削 这不对的 听懵 我再继续讲 我再继续讲 这里就是 你们还差一点点 我马上就到了 还差一点点 马上就到了 还差一点点 不要着急 我能理解你们的困惑 我能理解你们的困惑 不要着急 马上就到了 最后有个 精神分析时刻的返旋 你就到了 就是说 人类这个快感的 快感的方式 首先是 以这个 这个商品的形式 这个商品的形式 到底是什么 就是钱吗 对不对 钱是什么我问你们 就一般等家务嘛 这里就变成 神奇反转式 我们这么来思考 一般等家务 用黄金合理吗 你们不太去思考这问题 但是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天天换东西 比如说 你生产 你生产 那个衣服 我生产小麦 然后他生产什么 他生产鞋子好了 但是我们天天都要吃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换东西 不是应该用吃的换吗 只有我生产的东西 用小麦接着换吗 一般的然后 你不是应该 你不是应该用最经常用的东西换吗 一般的然后 你为什么会用一个 完全用不到的东西换 你不是应该用最 最经常用的东西换吗 这才是一般等家务吗 不是最普遍的东西吗 这也就是辩证法的时刻嘛 首先是 首先是否定 普遍性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反转 倒置 因为他在否定他自身嘛 一般等家务 它的价值用什么来标定呢 反映一个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这就是否定就是否定 否定就是否定 就是加倍 就是一般等家务 是一个最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但是它的价值 用于什么来锚定的 得用一个最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来锚定 所以钱跟价值是什么 其实都是 它们都是商品 它没有什么 就比如说什么钱是什么什么 什么抽奖 没有里面没有抽奖 一切东西都是商品 那个金字也是商品啊 现在不是还在买卖什么黄金金啊 没有什么什么价格 什么什么价值这些东西了 这些东西是你的 就是你的这个符号是你制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带给你快感 越想要最没有价值的表态 因为你要否定就是否定啊 不然不还是纯差异吗 你有氧气啊 你要完成它的 你要完成它的 叫什么 其实可以叫做什么 self related 自身反思 先反提先否定再加倍 加倍就是氧气 还差一点点啊马上就到了 就是说 这个其实就是符号学的操作嘛 CMELTIC符号学层面的 它把自己变成一个抽奖的东西 其实它不是什么抽奖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商品 它没有什么普遍性 又回到最开始了 它只是一个书相啊 成是选择的黄金是巧合 我们说了半天 最没有使用价值的 就是黄金啊 太重了 什么什么都不反应 一点使用价值都没有啊 所以才是它 所以这里就问题就OK 就是可以 所以这里这里就非常可以 就是说由这个 生产力发展 产生了劳动的二重性 就所谓的这个 抽象劳动 这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理性嘛 就是符号学理智嘛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 无意识是什么 无意识的发生学极致啊 这些讲的其实比无意识 还有这种前面的 无意识的发生学极致 其实就是 其实符号学到底是什么 就能指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场的缺席变动法 其实就是缺席了 不是能指的失败 能指 能指有没有分裂 能指也是分裂 能指就是能指这个形式本身 跟这个 明显的这个能指的一个空的位置嘛 跟这个场域的分裂嘛 你想想看你小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那人叫你什么来着 就我随便举来 就小时候 那个猫猫 看到动就喜欢钻嘛 为什么喜欢钻 因为就是符号 到当你开始形成了这个符号学意识开启的 动什么门是什么 你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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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德克那个电影里面讲的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狗阵 就有电影 它那个墙都是画的 依然完全不影响你观赏 或者你甚至不意识不到那个墙 那个墙是画的嘛 你看猫猫看的洞毛里转 你想想看你小时候 有些背景的人转什么洞 什么被窝之类的 差不多有这种感觉了吧 就是人的 不叫人的意思 就是能指 什么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 纯符号性的 门什么 就是有个东西不在嘛 中间不在 洞也中间不在 然后它因此就 就是缺席嘛 就有了fantom 就是这是另外一本 幻想的任意嘛 就是你的能指符号性 就是依靠这种缺席嘛 它就是因为它不在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东西 不是因为它在 是因为它不在 它必须得不在 必须得依靠幻想才可以 这个资本主义 整个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人的这个 意识的现代性 就是人的现代性的 现代性的发展 然后导致了 就是那种符号学的机制 符号学快感的产生 但是呢 恋物品就是 恋物品就是 你太过于执着于这个 这个背后的这个这个崇高 就升华的这个东西 不是 想让你去那边学吧 你们 你还是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这个拉风从 从第二讲的开始讲 就是缺席的变政法 也就是说 你不理解缺席 你也理解不了变政法了 比如说变政法 我们所谓的外部否定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黑天跟白天好了 对吧 黑天跟白天 就比如说 所谓的两个能指引的差异 跟能指引的差异 其实并不是白天 黑天跟白天差异了 是黑天 黑天什么 黑天是黑天跟黑天不在的暗语 是遗物 跟他的缺席的 是遗物跟他缺席的分裂 就是黑天本身就包括这种差异 它不需要一个外部差异 就是说 就是庸俗的变政法 会例如说 我是通过什么知道黑天的 我是通过白天 不不不 黑天本身是包含这种分裂的 就是黑天跟黑天的不在嘛 有黑天跟没黑天 就是其实黑格尔所说的第二部 否定嘛 就是黑 非黑 然后白天 但是这里面包含的阳气 就是白夜 就是白夜是什么 就是非黑 这个就是纯符号学 就是纯一个符号学 但是这个东西是 就是说 非黑这个东西 不带来这个东西 资本主义是非常执着于这个东西 但是你非黑总得是个什么东西嘛 就是这个幻想的空间嘛 就是这个虚空嘛 就是说 我解释到现在 就是要你们解释 就是要你们解释 这个商品的带来的快感是什么 带来这个钱的快感是什么 这个快感就是说 那个对那个钱 一个纯符号学的理智嘛 就是说 一个数字 一个价值 但那个东西其实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就是一个纯的符号学的 纯符号学的快感 就是商品的机制 是通过了这种方式来获得快感的 好吧 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他妈的 一个小时就讲过去了 快讲两个小时了 理解不了没有关系 因为后面 如果我愿意讲 我还可以讲 他后面的十本书 都在讲这个东西 你们从 你们早晚有一天会理解的 今天我讲这些东西 你们想想 是不是也是复读了他之前的东西 然后你再想想看 那个 就今天是不是又稍微理解了一点 然后再次再复读 复读个一年两年 你们就是就能明白了 就是搞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不要着急 我今天讲其实就是在复读了一点 在复读几年里面 你就能明白了 然后关于这个商品形势 这商品形势是无意识 慢慢讲嘛 复读一年也不够 我再复读几年 早晚能明白 疯狂加速就完事了 怎么又加速主义了 疯狂加速也完事 资本主义就是加速呀 你加速就是危机嘛 资本主义就是危机啊 资本主义年龄有危机啊 每年的末日语言啊 每年的末日语言家 就是危机的总体坏啊 你加速有什么 你加速就是危机嘛 但是问题是 资本主义年龄有危机啊 哪用得让你加速呀 你不加速人家也危机啊 年年末日语言啊 年年通胀 年年经历危机 年年通俗 年年老百姓日子可怎么过呀 危机这个不也是符号学理智吗 你想看你要不看 你也不看这些媒体 我跟你说 比如说你就照常过人的日子 你不看这些媒体 你每天看那些媒体 你就觉得那个 真的世界末要来了 什么都要和平 第三世界大战了 你不看那些媒体 你过一年好像日子也没啥感觉 你这个危机什么的 就也是他生产焦虑的 为什么反资本主义 这个后面会讲 资本主义就是这个症状 就是这个症状嘛 就是心疼嘛 所以是说穿越幻想嘛 反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个病 但是这个病的病根什么呢 你的各种各种症状也是有病根的呀 病根就是私有质嘛 私有质就是病呀 私有质就是病呀 三秒纯符号性的 这个东西是你的 那东西是我的 这块地是我的 那块地是你的 这个地上面有个法权 是你的 这不是纯符号性的吗 这边那个 这不跟那个钱不是一样的吗 这个东西 有五万个数字 这个东西是我的 这不是有病吗 有病得治 那个地上怎么着 就是你的呀 大家认可的还是你的 上面有个法权 它还不是这么简单 它私有质背后 是有一整套资本主义给它支撑的呢 就是大家认可这个事情 然后在北京上 自己是一个科学规律 科学规律 我们必定要进入这个 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就资本主义跟私有质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 私有质跟这个资本主义 并不绑定 总之这个东西就是 比较比较复杂 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并不是说 反资本主义 就是好像我们说 你这里从 从竞争分析回去套嘛 就是说 症状是什么 就是或者说 症状没有问题 症状是 只是主体的 创伤的叙事 对吧 主体 就是说享乐的方式 主体享有快乐的方式 但是这个快乐的方式 就是想一个症状是什么 就是私有质 然后大家可能就说 你要认同症状 认同私有质 这里其实也没有任何 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是不可能公有质的 而且你当时的公有质也是私有质 当时的苏联的公有质 跟私有质也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之前也讲过 他不会是用这个权利 关掉科长制 用权利替代这个金钱 当一般的家务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一样 就是这种科长制 跟什么私有制 只不过是一般的家务不同 但是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最后 最后的方法 就不会就是穿越幻想 就不是说反对治好 什么治疗 穿越幻想什么幻想 就是那个私有制的幻想 我们现在穿越幻想法 不就是公益小组吗 我们不要再去搞 那个欲望的变成法了 就是这个佛号的增值 投机 你有一块钱 你要赚两块钱 你接着开个什么 开个什么什么小面包 明天你要开包嘛 我们现在会说 小面包也挺好的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要有房子 不是当然要有房子了 但是说 但是说我不以这个为我的 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一般的家务了 在公益小组内 我们用劳动困劳动嘛 不用再用任何一般的家务中介了 就是公益小的这个模式 就是一个 反资本主义的 这个什么 这个症状式的东西 你不用再纠结 你接着赚多少钱 你不用赚多少钱了 我想看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真的是每天晚上睡不觉 就说 哎呀我怎么一个月挣两万块钱啊 我怎么没月挣十万块啊 天晚上睡不觉觉 现在马上终于睡得着了 那睡得着了不是有想 也没这个问题了 是现在很多人在一起 一起干公益嘛 就是 就是大家都认同这个东西 只要有几个人认同就可以了 你想想看 你自己担心那些生存鸟老的问题 事实上 你有三五个哥们帮帮你 就是说互相帮 这个是总能过去的 对吧 三五个特别好的哥们 就是一个对一个个体来说 别的兜底是全身够用的了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多不了的地了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 把公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 就更能理解到 有什么穿越幻的 你不要再纠结什么 那个地是谁的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了 你有什么几个房子 你死了 啥是你的呀 我不是说过年回去 我妈现在都六十多岁了 她天天给我捣鼓 天天给我捣鼓 什么什么 那你写签多少 那你写签多少钱 我妈都六十多岁了 我说这把人 你再捣鼓 你死能带走吗 你捣鼓是有啥用 所以她还是在幻想 那个东西说 你有多少多少钱 你那个钱 他不过就是在银行那个金子 我就问你金子你有啥用 你是能吃啊 你还是能穿呢 你就算能吃能穿 你也就一张嘴啊 你就是有一个意 你也就一张嘴啊 资论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欲望的 爱欲的发生动力学 你提供一个动力 让这个欲望可以再生产 可以维持自身再生产 但是等你穿越幻想 穿越幻想是什么 其实就是 无产阶级的那个阶级意识觉醒了 在这里穿越幻想是什么 其实就是穿越幻想就是 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就是不要再 不会再被 资本主义这套符号学理智的东西 不被这些东西俘获了 你想看资本主义符获你的东西 Elon Mask 什么他都死在火星上 什么Neuralink 什么赛博宇宙 原宇宙 什么艺术家 爱情 审美 浪漫 体验 激情 无限 绝对 永恒 荣耀 对科学 探索 星同大海 罗格斯 理性 他生产的这些东西在俘获你 对女体 女性 女人 这也是商品吗 对它是商品 因为商品其实是一个 商品其实是一个缝合点嘛 缝合点都是 缝合点都是主人能指 主人能指说明它是什么 它是自我反思的 所有的缝合点都是自我反思的 就是资本主义嘛 就简单来说 商品是什么 不能买的东西 不能买卖的东西也是商品 比如我们所谓的赎罪券 慈善 也是商品啊 但是它是崇高的 不能买卖的东西 商品内部就包含着这种分裂啊 你这里不要把商品理解成那种 就是啊 商品都是什么什么 练武匹这些部分 这是资本主义啊 内部包含着自行分裂啊 商品本来也有不能买卖的东西啊 它是缝合点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商品 这是一种生产 维持欲望再生产的一个 课题小A 这里面唯一的实体是什么 就是快感 就是enjoymen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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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